徐晨华发球 让你先偷一个为马龙 盯得还是比较紧 像这种我估计就是 马龙应该是心里比较有数了 对 料想到了 一般说就是上来先偷 一般我们就是偷长的 一般都是上来偷 因为到了中局以后吧 大家盯得都比较紧 所以都不大敢偷长的 但是马龙可以看 它的状态调节的非常好 包括这个防守 白端冒高了 然后正手的这个防守 也跟得非常快 马龙也是偷长 他边了 徐晨浩的 其实徐晨浩的这个 反守有一般和凡志冬很像 就是他们在相持过程中 这个变直线 你看 比方这个球 它变得是 我感觉弧线造得很好 因为它造的都是那种 侧拧过去的那种双弧线 弧线和落点控制的 真是非常好 白端回板 漂亮 哇 这是拉了一个侧下 好球 上来可以看马龙 哇 看球 可以看这个球真的非常赚 然后正手的连续 从上来这几个球 可以看马龙还是非常重视的 从第一个球开始 好球 所以从这个退阵上 他自己也知道 一样子刚才有分血 是吧 对 这个踢行很关键 嗯 嗯 隐晨浩长得有点像 他这个大帆的外号是来自老夫子 长得很像老夫子里面的 所以我们都叫大帆 对 你看基本上反守可以覆盖到 除了正手 长球之外的 基本上所有的连续的落点 就是包括正手 包括马龙第一个是偷了一个 中路的一个长球 反守基本上也是用反守处理的 所以徐晨浩的反守还真是 白端 对 好吗 出 还真不好打 嗯 因为它是一个拼的一个心态 尤其是一个第一个出场 所以它有锐气 对 而且徐晨浩的这个勾手发球 也非常变能 有一点 可以说有一点点 稍微有一点点小遮挡 但是右手的话影响不是很大 左手运动员和他打的时候 有时候会看不见 嗯 但是这种小遮挡都是在合理化的 好球 现在男子平常说的技术就是发展 基本上就是反守可以看到 三分之二台反守为的拧拉 因为反守的拧拉 像包括马龙啊 巨科啊 樊枕东 他们拧拉不光是可以把球拧起来 可以拧 他们的手腕力量和前臂力量非常大 有的时候 基本上你球如果质量发的不高 他们可以拧到侧上旋和侧下旋 而且一拧侧下 你那边跟不上的话 他们第二把连接 时间接非常好 落点感和空间感打得很好 6比5 非常胶得喇雅 非常胶 Blues 非常胶 두 我azio 摆那 嗯 这个条线 掉的有点貌丝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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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7 我们看看徐晨浩的这两个发球 应该还是以勾手为主 出台了 这次我感觉这是一个5.15对于马王硕 这个球冒台冒的挺长 并不是那种就是刚出台那种半出台球 台短 6比7 逆侧险 好球 连接的太快了 对 它这个球你看 它做了一个勾手的动作 但是发了一个是顺侧弦球 就是在临接触球的时候 手腕发生了变化 这种发球最早是波尔 波尔最早这种发 因为它抛起球来是一个 做了一个逆侧弦的动作 然后它可以发两种侧弦的球 很难判断 但是这种的技术 现在国内的很多运动员都在用 因为确实很难判断 好球 中路 这个球马龙 它是稍微打得有一些被动 你们可以看 它现在马龙感觉正手的使用力稍微比徐平昊要少一点 7比8 连输三分 这是第一次落后 对 好球 好球 反手的相持 马龙刺的线都很长 其实因为虚忠浩的反手非常好 而且它的身高也有优势 你可以看到它身高 包括身体的力量 打球有的时候 给人感觉不是很讲理 就是因为它的力量特别大 能覆盖了一些 就是弥补了一些弱点 8比8 还是徐晨浩的发球 还是勾 哇 你看就像这种球 对 就是给人感觉不是很合理 但是它挺能打上 它的反手 真的 而且发球这赢是第三个长球了 前臂力量真的很大 前臂直子弹出去的这个球 马龙我感觉 应该是还在徐晨浩的正手突破一下 会比较好 好球转的 对 太转了 反正还没想明白是吧 有点吃球了 对 其实这个球要求是有慢动作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球其实马龙 其实已经侧压了一把防守 就是卸力卸得非常转 加上自己的手腕力量 是一个大侧下 徐晨浩也是有点没反应过来 好 9比9平 看看马龙的这两个发球 我感觉应该是从正手机往发起 对 果然 好球 因为毕竟这个球发到正手机之后 徐晨浩如果低板拧的质量 不是那种 非常的超级高的时候 这一板马龙第一点 就是上升前期撕徐晨浩的反手 徐晨浩不容易回来 就是我们讲的就是 有的时候对方撕的 你拔不出手来 就是这样 你回来的时候 你的手没法往后引板 因为你一笔引板 就是板边 马龙的第一局的局点 白短 冒了 哦 这机会没法 徐晨浩可以看 对 拼得很凶啊 第一个徐晨浩一摆 其实这个球有点冒 马龙可以挑的完全 这个球 马龙发的稍微有点不转 徐晨浩白短的时候 如果这种白短能割出短来的话 你再摆是摆不住的 10比10 漂亮 发球还是出台了 重新拿到几点 对 这个球其实徐晨浩 也是做了一个动手都动了 发了一个顺测线 但是马龙钉出来 而且他的发球出台了 他可能也没有想出台 但是很不幸 出台了 马龙钉的还是非常紧的 换高炮了 砸了一把转了 漂亮 看好车 小二比十拿下第一局 对 还是从第一局可以看 两个选手打的 基本上发挥的都很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古药之中 当属高方 葛洪相伴 晚年有福 温婉之乡 优雅之格 惊艳之韵 一杯酒品超柔 黄和龙超柔1948 从第一局来看 应该说马龙确实 我觉得对于这个比赛的驾驭能力 还是要强于 明显强于对手 感觉徐征浩 虽然是咬得比较紧 就是拼得比较凶 但是一直是在马龙的套路里 对 但是由于巴黎队有徐征浩 凡志愿两个这种猛将 所以我觉得徐征浩 终于也不差 对 第一盘对马龙是一个消耗 是吧 对 然后第四盘 这要打到第四盘的话 凡志愿可能还稍微有点优势 但是第二盘 延安对凡志愿的冲击 可以说其实也不小 是吧 对 这两个队 现在能从拼超当中 我们可以说 拼超应该是 实际上最强的联赛了 能从拼超当中 是八连胜 所以他的每一名球员 包括每一个环节 都不会太弱 其实你像上海 包括鲁能 也都是有很多 众多的豪数 虽然今年技科没打 但是起码每个俱乐部 像这种特级 应该是有的 也有很多特级 分站在各个俱乐部里面 就是在拼超胜率很高的 或者是带有世界冠军的 这种 但是这两个队 除了马龙和凡志愿 非常突出以外 其他的可以说 没有给他们拖后腿 三比二 第一局上来是4比0领先 被追成四平 第二局一上来就挺胶着 对 感觉马龙今天算的 还是比徐晨昊要细一点 徐晨昊拼的可能挺凶 就是这种拼 拼着凶 在这种开局 或者中局阶段 可能会发挥一下 但是一到了这种 你有可能赢的时候 他肯定还是会收手的 包括第一局的后面的几个球 小球 徐晨昊都是你看 在那种非进攻的时候 被马龙牵制的一局 这是运气球啊 3比4 徐晨昊的这个狗手发球 其实也对马龙是造成了一些威胁 就像这种球 漂亮 确实他这反手啊 对 很不讲理 对 包括第一板的起板能力 和后面的这种就是后手球 正手吧 他从小就不好 从小打假A的时候 打假B的时候 他正手就不好 现在呢 正手 我感觉 其实从像在国家队这种选手 这种环境下训练啊 嗯 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漏洞 就是大家都在练 你也在练 肯定是水涨船高的 漂亮 有时候算到 6比3 这样的话 水涨船高就不是很好打的 因为打到这个 现在的这个局面 基本上都是跟着马龙的节奏在走 好球 7比3已经是比分拉开 对 就是马龙现在打球 基本上 除了非常合理之外 我感觉拿完奥运会之后 马龙打球比之前更镇定一些了 这对场上的把控能力更强了 我们可以看到他 基本上赢书 从面部表情上看的变化不大 就说明一切还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当中 包括第一局那几个连续10分的时候 马俊峰坐在营销的后面 也是国家一队的教练员 马龙发球8比4 好球 好球 正好看位看的把牌把的真是很大 而且马龙的 他的步法就好在 你看像这种球 第一个拉完之后 第二个球 球很短 而且又是在中间 自己的垫步还原的非常快 这是个运气球 对 球飞舞 马龙你看前一个球 拉的时候 半蹲一下 对 从很低的位置上把这个球捞上 是的 身体重心的控制非常好 对 这球过去之后 肯定这个前冲的力量 和旋转都非常强 对 这时候徐丁浩也有点气了 10比5 对 第二局没有什么问题 我感觉他就是拼第一局 因为他毕竟实力上有悬殊 而且在经验上和这种技术上 都是有悬殊的 第一局没拼下来之后 可能自己要心里这个气儿也是要 有一些 稍微有一些线 对 因为毕竟他对的是马龙 你像这个球 哇 一个超低空 因为他马龙这把拉过去 其实他就知道对方回不来了 对 之前那个球的时候 为什么5分要让他到6分呢 就好像过5 人上了岁数 身体健康就是福了 葛虹给您送福了 不咳不短不卡弹 有福了 不心计啊 不计短 有福了 肾脏好身体棒 有福了 睡得好 不失眠 有福了 腰腿不疼 关节零 有福了 疾病用猛药 慢病用武药 武药之中 当属高方 葛虹相伴 万年有福 温婉之香 优雅之格 惊艳之欲 一杯酒 品超柔 黄和龙 超柔 1948 你从第二局中 可以看到 马龙基本上 每一本球 都算着徐真浩在打 包括有几个 防守的把台把的 基本上对徐真浩的 线路分析的 非常的透 徐真浩现在感觉 已经打不动马龙了 我们说的打不动 就是已经 无论是他在防守的时候 或者是转进攻的时候 徐真浩 一直在进攻的情况下 拉不透马龙 而且有的时候 还会被马龙反击 这个时候就非常难打了 你看像郑兄 漂亮 哇 线路真的非常好 看徐真浩 包括反手的几把 包括防守 一直是在马龙的反手位 马龙是从第一把反手 然后紧跟着 就是两把倒垒 就是打到他的中间 没错 感觉 这马龙好像刚才 虽然双方都是反手 马龙一直顶着 徐真浩在打 是的 老感觉你 拔不出手来 对 只能被动打一下 打一下 是的 而且落点一是控制的也比你好 嗯 2比1 看看马龙的发球 而且徐真浩现在破不了马龙的发球 好球 第一板撕的力量很大 第二板紧跟着就是脱了一板 卸了板地 让徐真浩没有接上力 而且站位比较远 没有上去 直接就下网了 嗯 你看马龙现在打球 我感觉又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了 不光是打球的合理 对节奏的把控和场上局面的把控真的也是非常合理 那这样的话就甩外国拳手就更远了 对 去年波尔还在平潮打球 对因为外国的运动员包括顶级的运动员来平潮打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是吧 对 我觉得他们来了虽然没学到什么 然后自信心也丧失掉了 是的 我记得马龙是在两年前应该是在鲁能打过 六负一胜 打出六连败的那种战绩 因为什么呢 因为国外的运动员在打至世界大赛的时候 中国运动员是比较紧张的心理上 因为中国的乒乓球队被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球运朋友们寄予的是最高的那种期望 就是说必须要赢 赢还要赢得好看 所以他们出去是带着这种必胜不能输的这种心态去打 平潮呢 不一样 俱乐部我请你来 是让你给我拿分的 你是世界名将 你来的时候 你要给我拿分 有福了 不习记啊 不记短 有福了 圣诞好身体棒 有福了 睡得好 不失眠 有福了 腰腿不疼 关节零 有福了 疾病用猛药 慢病用毒药 谷药之中 当属高方 葛洪相伴 晚年有福 温婉之香 优雅之格 惊艳之韵 一杯酒品超柔 黄和龙超柔 一九四八 好球 哇 暂停回来之后 这实际上又 感觉是能量得到补充了 对 我感觉这个暂停叫得有点晚 是吧 但是 作为我是教练来讲 这个暂停叫不叫 其实意义并不是那么大 因为毕竟落后四分了 哇 马龙这球钉得真紧啊 对 而且拧的质量也非常高 对弧线的把控很好 因为徐晨昊的这个高手发球 他拧的时候是顺旋转 顺旋转的时候呢 他可以把旋转加得更强一些 好球 哇 反手一个直角 其实 这种球从现场看的话 冲击力应该更大一些 你像这种反手的 真是路撕直线了 对 球的上升前期又开始撕 哦 应该是个板边 这个球 4比8 看这个乒乓球啊 有时候这个动作潇洒之后 能让人想起 机械师这样的电影 对 是吧 你特别是看像这种 国乒队的这几个主力打球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感觉 虽然是 我也是乒乓球打专业的 但是 有的时候我感觉这个乒乓球 还能这么打 嗯 真的是 有的时候感觉 他们打球的这种 就是对球的这种领悟 对球的这种理解 和对球的这种 把控和这种驾驭的能力 真的是非常强 嗯 就是已经打到一种 就是 真的是一种 非常非常高的境界了 这个时候 为乔的尹肖尹之道 也是叫了暂停 温婉之香 优雅之隔 惊艳之韵 一杯酒 品超柔 黄和楼 超柔 1948 但是可能 刚才里面有点大 这个时候 其实还有免疫 对 这个时候 就是在他上升的时候 马上暂停一下 让他缓一缓 让对方量一量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毕竟现在 他大比分落后吧 他的手很松 心态也非常放松 然后打出什么样的球来 基本上都不为过 就是打得非常的放松的时候 基本上就打出一些训练的球来 打出一些不大合理的球来 所以这个时候的暂停呢 还是让他量一量 吃了个发球 8比6 还好这个时候 这两个发球是马龙发球权 应该说 对于马龙还是非常有力的 你看马龙的发球 短的 好球 哇 哇 这反手刚才给的 几乎要擦边了 对质量很高了 对 徐振浩是个反手钉的也非常好 他撕的这一板 基本上全是撕的白线 8比7 连追了4分 嗯 这个时候看心理上就稍微有点变化了 马上可以追平了 其实马龙这个球 看马龙发球 其实给的质量并不是很高 徐振浩一看有机会 想甩手的时候 这个时候 就失误了 嗯 就是你一甩手 不是顶着拉你的手 可能就是你的手腕 就有些放松了 好球 马龙盯了个半身台 好 拿到了盘点 嗯 10比7 漂亮 好球 11比7 这样马龙是直落三局 以3比5战胜的这次挺好 对 魏桥队拿到了